在修正过程当中呢 就是我们知道那样一个状态是非常圆满和清明的 在我们日常的这种俗世当中 它是否应该说并免一些少去造业 或者是少去有更多的那种 你必须先了解第一点 你必须了解这些很透彻的了解这些 然后你才明白你为什么不造业就可以称佛 你为什么要做善行而作恶成了成不了佛 你就不会打这种疑惑 如果一切是幻境的话作恶也是坏 是不是有什么罪过 只是说你作恶业的话 你会发现你在成亲这种着相的过程 修正过程你的逆缘特别多 打扰特别多你修不下去 因为逆缘啊 所以做善行可以有助缘啊 就很多人会帮你 而且佛菩萨会加持你 隆天护法会护持你 我们走我们那么多 你相信你在破世界着的时候 众生着的时候 众生着相 你不是在一个人修行 你生生世世切的 就是你相欠的 你各种因为你还着想 你还没空嘛 所以每一个众生都会影响你 跟你有缘众生 他恨你绝对会影响到你的心态 就是他会影响 所以了这些缘也是蛮重要的 你不欠他知道吧 还债嘛 你做善法可不一定 你可能对他好一点没做 把他的宅怀了 谁知道呢 是吧 也许 比如说 我是举个例子啊 对他好一点 也许他上一次他是他儿子 或者是 然后他是他父亲 对他好一点 他突然看你也顺眼了 因为生生世世 因为你怯他的 也是善也悲怯的 可能是转来转去 大家都是一家人 你对某一个人好 可能把其他的缘了 所以佛法就鼓励我们 物以善小而不为啊 去努力地做善行 你去 因为我们生生世世 不知道做过什么 有的做过坏 肯定也做过坏事吧 因为有贪着吃蚂蚁嘛 那有意无意都会伤害到周生 是吧 有时候不是你故意的 别人就因你受伤 甚至有时候 我们的存在 就已经伤害到别人 是吧 有时候光明啊 我们存在才是蚂蚁 谁知道呢 还有你光明出现了 然后长老就觉得很受伤 是吧 长老不爱光明嘛 是吧 你觉得你光明理落 人家有的小人 就不喜欢光明 你光明理落 小人怎么活啊 是吧 有中层阶层怎么活 所以这个世界是什么 但是你在人道 就做人道的事 该做什么 这叫我说你做一生就做一生 不要怕承担后果 是吧 我是说他的 那个就是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就后果就担着 但是呢 生生世世不知道做什么 但是你要回归嘛 你现在要回到空性里来 回到无边的空性 那么好多事情就是做善行啊 修布施啊 六度万行啊 做新菩萨道 以利他作为伐心啊 你都会了很多元 其实这个是个界定来的 比如说我们念念利他 你为什么不利呢 既然一切是幻境 你何必不做这些善行呢 是吧 你还有他都是幻境嘛 缓缘起都是幻境 是吧 你要离向知道吧 一切向都是虚妄的 你心不必进转 这就是离向嘛 你不是说把这个东西 拿起放下 这叫离世 你再也不被他影响了 这叫离 他还在这儿 你不受他影响的控制 不受这件事的影响 这叫离 不是说你把自己干掉 或者把对方干掉 或者把他扔到外边去 扔到外边去 你心里还挂着 知道吗 说我把他扔了 他就在这儿 或者他不在这儿 对你影响不大 这叫离向 但是那么多像 我们一个一个离 要离到何时啊 第一那个影响你的 在那儿辱辱不动 哪个影响你在哪个那儿练 知道吧 这就是最好的法门 在走过这个漫长的 红浊成亲的路上 需要时间 这就是实修之路 所以需要很多住院 有时候我们很脆弱 有时候自己很矫情 有时候很自我 有时候又自私毛病 习气瘸犯 那个时候需要 第一是你一定要 始终保持着佛的正知见 第二可能需要 神殿的同行 道友跟老师 包括你 因为我们真的 蛮自我 蛮自我出现的时候 堪称赤蔓仪出来了 嫉妒抱怨 称恨出来了 自私出来了 矫情出来了 脆弱出来了 想依赖 想依赖 什么都出来了 那个时候就需要 不断 你保持着正知 但走不完全 需要佛菩萨的加持 需要隆天父法的护持 因为这个时候 你在最脆弱的时候 其他外道啊 天魔都会洗 就可能会 也会毁灭你 知道吧 你在脆弱 你自己的力量有时候不够 所以需要加持 才会出现了加持 护持这种事 还有忏悔回向 还有保护等等的 还有善语 助语 同行道友的帮助协助 才会有这些出现 如果你足够坚强 你是文书啊 管事业普洋 这些大菩萨 足够 他已经和游戏毕竟困了 是你就不需要这些 你可以自己走的 不管你做善行 在这个世界佛 你始终知道 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界 不是做慈善家的 不是来人道 做一个道德学家 不是来讲哲学的 也不是讲心理学的 释迦牟尼佛是让你成道的 所以你在学佛的物以善行而不为 或者你要知道 区别其他外道的 其他的宗派 或者什么的 他们的善行有什么区别佛学里 为什么佛学也要做善行 要很多注意 但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 那这个一切法 是不是包括恶法 是你有恶效 心中有恶效 所以恶法不能 在恶法里见不了佛性 是不是 所以 但是这样说 大家还是下一条 还是 因为心中真的有恶效 真的有啥道也得想 在你还没有破掉这 那种 如履薄的 好好的旅行 好好的去实践 尽量不要做善行 为恶效而为之 因为你心中有恶效 那会障到的 一直都要不断的了解这个 很透彻的了解 如来的第一点 因为现在 释迦牟尼佛禅也讲完了 小车他成灭车 全部已经开血了 因为其实是末法了 你知道 末法就是有个优点 就是所有的教义缺出来了 已经还有菩萨们的弄诸也缺出来了 因为正法事情还没有 知道 像法也没有那么多 但到末法所有的 等于是这个 所有的吃的已经全部推出来了 随便你学 但是也太多了 就是你学不了 但是一定要知道 抓住最重要的那个拿走 第一地 最高的 你学佛法 你不拿最高的吗 大黄金 第一地 我本来是 一定把这个放在这儿 然后呢 抓住里边 适合你的 最快的那个 来修正 其他的一些放人 不要开始那样子 什么都要了解一下 很多概念 那三照宣布 你要看完学完 你这辈子够了 是吧 而且哪个宗教 很多宗教都在学 都在 都在修 都在说 要修气脉 要修身心 要瑜伽 很多东西 到底跟佛学 有什么区别 与释迦牟尼佛的政治 也有什么区别 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本来是 其他任何一个教主 或者任何一些 宗派都起不出这个观点 我们本来是佛 其他的都是说 哦 你借由我的家去成道 或者你是我的 我创造 或者你给我合一 或者你是虚无的 洪动出来的 自然生出来的 贫困而出 但始终不知道你是谁 但佛说 你就是我 你只有对我的了解 可以成道 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圆满了 你就是佛如来 而且又对如来的 不断了解 你可以成道 而如来 一切记住 本心一切记住 很圆满 而且生命可以永恒 再也没有缺失感 再也不会有缺失感 缺失感是你心不圆满导致的 五着恶事 你觉得这个世界的三 六道轮回五着恶事 这是因为你着想产生的 那是个假象 因为你在迷失 你在梦境里 所以才会有生命 才有轮回 认那些像为你嘛 就像你认这个 有局限的六根根 就像你现在修空性 你学这是个空性 里边进入了有局限性的六 把一个空性分成六个部分 现在只有局限性 你眼睛不能听东西了吧 耳朵不能看了 本来对心来说 它圆满的哪有六啊 但是现在你要听 你又有个一 心是一 你这个六分成六分 当你未来修正的时候 你六个元通的时候 六个一全部消失 也没有这个空性 也没有这个局限性的六 好 你回来了 这有修正吗 师傅 您讲的那个粉碎虚空的状态 是这个状态 粉碎虚空是 你有一个始终 不管你在哪个状态里边 你有一个虚空下 你就才有粉碎虚空 那个是个单空的 或者节足里边 你比如回到节足 你的见闻觉知 你的六根都消失 身心都消失了 你觉得你变成了虚空 或者是你认为你就是虚空了 而且连绝寿都会消失 见闻觉知寿都会消失 你觉得你是虚空 那个时候千万不要认为你成道了 所以还没有 因为虚空是个虚空象 那还在 佛说第一层 那叫结卓 结卓 轰卓 你还在第一层卓相里没清明 那也是一层卓相嘛 但是粉碎虚空是道家其出来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又有这些文字啊 既然是虚空有啥碎的 破执着而已哦 有啥你 虚空还 你拿啥碎啊 拿炸药嘛 虚空你有啥碎的 这就是佛说 为什么修行会说 他叫绝尔不动 始终因为所有的法相 你说你着相 所有的法相都是 这个凿的六根跟凿的相 都是假相 是吧 你说你破相 你咋破啊 因为相是虚妄的是吧 你拿起放下都是 都就像个虚空打仗 或者个冲刀断水 你怎么破啊 因为它是你心里面生出来的 比如说 你喜欢一个人你失恋了 或者是你走到天啊 还叫他不跟着你 你离开他把他杀了 或者把他怎么样了 你能怎么样 因为它是你心生出来 那个猎人是你心定义出来的 那个猎人不存在 这就叫空性里面是没有成像的 那个猎人的本身的样子不存在 是你的心定义出了那个猎人 一旦你定义出来了 你的心就 切在那个猎人身上 其实你的心跟那个爱的那个人啊 就是是你心里面生出来的两个法相 这两个都是幻境 这两个幻境 如果你不能够 这两个幻境没消失脱落掉 你走到天啊还叫你躲到你出家 你在家 你再拿他都跟着 你是你自己认出来的 这个世界没有法相 空性里面是没有法相 这叫离成无相嘛 离开你认知的成 这个世界没有东西啊 你以为这外法会存在吗 其他都是你的六根认出来的 六成 众生认出来的成像啊 六成 六成是你的 你所见到的 是你能见到的认出来的 同时生起的 所以离成无相啊 而离觉无性啊 就是离开你的本觉 就是你的妙真无性啊 佛说就是我们的本觉啊 你六入哪有什么见为觉 这种功能啊 你说六入啊 生出来的 本觉一切圆满 他本来就具备这些明觉嘛 光明明觉啊 明觉啊 寥寥分明对一切圆绝的境界 我们的本性具足一切功能 然后你你你用这些功能 产生了局限性 反正成了绝眠为究了 本来本性圆满的具备这些功能 是个好事来的 你现在因为这个产生了迷失 产生了局限性 所以佛说 我们本来是佛 现在是绝眠成了个过错了 这个寥寥分明 这个圆满 变成一个过错了 就是让你迷失了 如果你不迷失 这个是测万法源的一个功能 是吧 什么都知道我所不知啊 这是一个妙用啊 但是你迷失了就成了局限性 所以为什么我们没有生徒 突不破六 突不破三维的局限性 是因为三维是你眼睛看出来的 所以你怎么 所以一旦你定义了对面那个成像 你的眼睛就出不了那个成像 他就那方冲之地 你定义了 你看见了 你看见了这个房子这个一切 好 你的眼睛就透视不出去 你就在这个房子里拽一下 你的头脑困在这个房子里 大臣这些活成圆绝境界 不可撤之 已经不是我们解答的时候 是有点神变有些神动 那些东西都是九牛一毛 都是瞧不上的 大臣这个的自在 自在是不可撤之的 不是人类的意识能采出 如果你采出大臣叫 如果做个比喻 就像一只蚂蚁在采出 你的境界 人类的境界可能 就连这个都打不成 这个比喻都有点 因为你没办法认真 所以佛说 你用你还有局限性 三维的人类的意识 来采取我的圆绝境界 才我们去揣度 如来的信海圆绝境界 因为我们只是 佛说我们鼠目冲光 就是很宽容的 邪辱了我们一下子 我们此生是方寿子弟 你说你的六根子 在方寿子弟转移 是吧 你是没办法了解我的 就是信海圆绝境界的 所以我藉由不断的去 你对我的了解 如来尽尽 不断的去 你本来也是这样的 只是你现在迷失了 不知道 活得很委屈 很冤枉的轮回啊 你本来不轮回 你认为你在轮回 这个多冤枉 死人都不放 你认为你在轮回 你在生命 然后你就一着笑 着自己 认为这个命 这就像刚才我说的 这个命气势你啊 觉得要你命太难了 谁敢要你命啊 这不要你命吗 屁事 是不是 是 绝民为教育 绝民为觉 是动作动死 就感觉到你了 是个概念 绝民你就 你可以理解为 绝是一个本绝 就是寥寥分明 就是寥寥分明 明是寥寥分明 无所不知的 圆满的 绝 能绝知一切 寥寥分明的状态 绝嘛 知道一切嘛 绝 本绝 动词也行 名词 心词也行 您就是说 绝民 寥寥分明 无所不知 就像 一切都知道 不要寥寥 就是寥寥分明 它本身还是 旧 过旧 过存 但是你现在我一说 寥寥分明 无所不知 你头脑就会生出法相来 你知道什么 你有所知跟 被知跟所知 寥寥分明 无所不知 你就说 我知道这个被子 我知道这个 因为你会生出法相来 你知道吗 无法相的寥寥分明 无所不知 用的时候 起又不用的时候 自然的回归到 空性 空地 这个就自在了吧 你现在是留有痕迹嘛 是吧 你有过去痕迹 未来的恐 所以才有未来的恐惧嘛 你有六道的痕迹嘛 信息啊 你留有痕迹 不能误来 这一个过去不留啊 所以你不自在啊 其实这个感养分明 还是一个过境 不是一个过境 不是一个过境 是本来这是个本性的一个 圆绝境界 本来是本性的一个优点来的 是寥寥分明 本来这是个妙用伟大的东西 但是因为现在你一念迷失 把这个东西分割成六根啊 六个局限性 你成了个 所以说 本身是个妙用的 神图妙用 但是你现在成了过错了 反而是 绝名为旧嘛 旧是过错嘛 就反而变成了个过错 好像成了个过错了 本来是个优点来的啊 这就是 我们经常 我经常说 方仁的文笔很好啊 他语得很压用啊 就像有古诗词的优美啊 但是我们现在不学古文了 这个优美的反而变成了过错了 本来人家 如果你会古文的话 哎呀这个语词很好 但是你现在看不懂 因为你不懂古文啊 我们不学古文看不懂 他压用就死了三个字 他本身如果那我们通俗的说吧 他可能假的啰嗦一点 但现在他为了用词的压用 他就会四个字四个字 来表达一个意思 但是我们又 这就很费脑子 反而成了一个过错 就好像是一个过错了 对看不懂来说 对民生的众生来说 绝名就是个旧 就是一个过错了 那对佛来说 那叫神空妙用啊 那叫真空妙用啊 这就像神空妙用一种 对按钮 还想拥有了 那这一种 那不听 事实上更失去 你说还要去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